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截止收盘的话 大盘一共是下跌大约是120个点 跌幅为2.2% 最后是收在了5219点 那这也创出过去两个半月以来的最低价格 中国方面 中国A股传统以来一直是走着自己的路线 但是昨天也是依然受到了美国方面的影响 虽然跌幅没有欧美这么多 但是中国的A股昨天也是险些再次跌破3000点 最后靠着收盘之前一个小时的努力最终是收在了3020点 跌幅也达到了1.88% 那么这么一来的话 上证指数现在距离3100点又开始要慢慢征途 欧美方面 昨天欧洲受到美国周五的影响出现了1%的补跌 但是轮到美国开盘之后 真是不愧为世界的老大 在周五的时候依然还在下跌400个点 但昨天靠着另一个美联储的官员出来说话 但是其态度是明显偏向于不加息 使得美国股市昨天强力反弹回来了200个点左右 涨幅为1.5% 那受到股市的影响 股市上涨的影响呢 这个黄金的避险功能得到进一步的削弱 因此黄金价格昨天下跌大约是8美元 另外石油价格呢 也在昨天下跌大约是1.5%左右 接着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就是目前这个美联储的完美演绎 变脸绝活 以及呢 第二部分我们将说一下的是呢 对于投资者如何出场的几种考虑 那么在过去几天我们看到美联储呢 是又把市场或者把投资者呢当猴给耍了一遍 虽然投资者呢明明知道这个美联储呢 是这个剂量是用了一次又一次 是依然是属于心有不甘 但是呢力有不足 无可奈何 这美联储官员呢在周五的时候还刚出来说 要觉得应该要加息 时间不过三天 昨天晚上的时候呢 另一位官员出来说讲话呢 则表现出了完全相反的态度 他说到呢 现在需要等一等 应该谨慎加息 那这样完全相反的论调呢 也让这个整一个市场是彻底傻眼 那以这个官员的原话来说 虽然呢 这是美国的经济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但是目前劳动力市场改善 改善的话呢 并没有给通胀提供多少大的帮助 因此在他看来呢 美联储应该对于加息谨慎考虑 那幸亏的是呢 他昨天那位官员是美联储在下周三最终9月份会议之前最后一个出来公开说话的官员 所以从今天开始到下周三为止 美联储呢 将会进入一个沉默期 不会再有更多的官员跳出来唱戏 那么这个我们也说到呢 虽然是市场都知道 美联储一会儿说加 一会儿不加 这个简直是比中国东北的二人转 便利还要快 但是呢 其实在我看来呢 美联储他自己呢 也是像换了一个选择恐惧症 说白了呢 他自己呢 其实也不知道9月份到底要不要加息 因此他 但是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万一9月真的要动手 那么如果之前一直给市场的印象是12月动手的话 势必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呢 在加息之前 美联储派了多个人在对于市场呢 进行连番轰炸 给大家说到 我们有可能是9月份动手 大家不要排除9月份动手的可能性 然而在过去的三个经济数据来看 目前 其实呢 整体的9月份到现在的 之前的数据到现在为止 并不是非常支持美联储在9月加息 那么我们知道在今天 在本周 不是今天 在本周的周五晚上 还有最后一个大数据 就是呢 这个美国的通胀数据 那么之前的非农数据和之前的这个工业产出数据 已经都是低于预期 如果本周五晚上 这个通胀数据低于预期的话 那么就基本是可以断定 美联储在下周三加息的可能性 是非常非常的小 因此 投资者目前都在等待 本周五晚上美国的月度通胀数据 那么接着第二方面呢 我们来说一下的是 投资者的这个离场的时机 很多时候呢 有的听众朋友 或者有的朋友给我打电话 说到呢 麦克 有的时候说的策略呢 我们也是参考 使用的时候呢 一开始的确也是赚钱盈利的 但是有的时候我没有平仓 到后来呢 一斤下跌 我不但是把原来赚的那部分涂回去 到头来呢 还得亏一些 那你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对这个有所改善呢 其实这种情况呢 对于大部分刚入行 或者是投资交易的朋友来说 应该是再常见不过 我们有句话呢 对于这样的行为 我们叫做投资上的这个虎头蛇尾 意思就是你判断了进场的时机 但是呢 你并没有预留好准备出场的条件 那在大部分的时候呢 我都建议大家对任何一个投资 都要设定止盈和止损 这个大家都已经知道 那同样 在止损的同时 我们切记呢 要对自己的盈利目标也做一个定义 你不可能靠一次交易来赚个十万八万 这个可能性不大 所以通过设定自己的盈利目标 这通常是我们最常用的一种 离场的条件之一 那么另外一种离场的方法呢 就是随着市场价格的上涨 来不断改变 或者说不断的提高你止损的价格 那让这个止损价呢 一直与市场价格 市场现在的价格保持在一个固定的距离 比如说你刚开始买的时候是100块钱 你设定的止损呢 是亏到80块钱就卖出 假设如果现在市场走势 跟你预期的一样 这100块钱的东西已经涨到了150块钱 这个时候呢 虽然没有达到你预设的可能是180块的目标 但是呢 这个时候你已经有了50的盈利 因此在我看来的话呢 我们不妨可以考虑把原先80块的止损价呢 现在提高到150减去20 也就是130块钱的新止损价格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 即使之后价格如果非常不幸的是没有到180之后开始下跌 那么至少我们前面一部分的利润能够保存住 或者说如果还没有这么多利润的话 它只是涨到了105 110 那么照样我们还是把这个止损价从原先的80提高到距离现在市场价20块钱 这样来说的话呢 要不然可以降低我们的损失 要不然呢可以保留住一部分的利润 那这种方式呢 是另一种现在我们经常用到的利润条件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单个产品方面 首先来看一下澳洲指数 澳洲指数呢 昨天是全天下跌 在周收盘之后呢 也是继续下跌 受到欧洲方面下跌的影响 一直拖到了晚上 美国开始之后 应该说开始之前 才有所上涨 那幸亏昨天呢 澳洲指数呢 是保持在了5200点关键心理价值上 之后在美国股市反弹的帮助下呢 大涨回来100个点 但是没有维持多久 在今天早上呢 又是再度下跌 所以在目前来看 我们对于澳洲股市来看呢 它目前连30分钟线都没有重新爬上 因此我们今天的挂单 至少需要挂在30分钟通道线之上 也就是5305的价格挂单买入 那至于卖出价的话呢 我们可以考虑在跌破了昨天最低价 5195之下呢 再去挂单卖出 接着来看一下外汇方面的澳元 澳元呢 昨天跟澳洲股市一样 几乎是从早到晚呢 都是在从早到下午都是在下跌 一直到了美国股市开始上涨 这个澳元呢 才有所反弹 但是呢 在从今天早上到现在呢 又再一次下跌 目前是卡在中间 上不上下不下的地方 所以今天我们挂单选择呢 依然是以上下边际作为选择价 挂单买入价选择在0.7583 那卖出价呢 可以选择在创新低之后 再去考虑进场 挂单选择在0.7490卖出 最后来看一下美国 先来看一下美国油 美国油呢 在过去几天是经历了大涨大跌 几乎来说每一天的波动呢 都在2%以上 那从现在来看呢 似乎非常偶然的 美国油现在是卡在了46块9毛钱的阻力价 上不去 因此这个价格 我们不妨作为今天买入参考价之一 可以在上了47块钱 留一毛钱的余地 在47块一毛钱的价格呢 挂单买入 那么另外的话呢 卖出价格今天可以有两种策略 第一种策略就是在跌破了一小时通道线之后 在46块05分的价格挂单卖出 如果你保守一些的话呢 则要跌破呢 再往下 是在44块9毛钱之后 再去挂单卖出 最后来说一下黄金方面 那黄金价格呢 在我昨天说到跌破了1330之后 那么就是处在了1330到1315 这个15块钱的波动区间之内 晚上呢 去了一次1320之后 又开始现在冲击1330 那么这1330目前呢 就成为我们一个激进式买入的第一参考价格 可以在1330上了之后 留五毛钱的余地 1330块五毛的价格呢 进场挂单买入 那么你稍微保守一些呢 则可以等到一小时通道线之上 就是在1332的基础之上呢 再去挂单买入 那么最终卖出单的话呢 我们可以选择再 要看 要跌破了昨天的最低价 再去考虑选择 那现在最终 今天投资者晚上需要注意的事件呢 在中午12点钟 中国会出台工业产出数据 那对于澳元 以及澳洲股市的影响比较大 到晚上6点30分 是英国的CPI通胀数据 毫无疑问 对于英镑的影响将会非常之大 到最后呢 晚上7点钟的时候 欧洲央行行长呢 将会发表讲话 同一时间 德国呢 将会发布他们的经济信心指数 因此今晚呢 对于英镑和欧元来说 将会有比较大的波动 我们要小心应对 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